汉代以前 甘肃已是东西方交流的交汇地带 其境内出土了很多汉唐时期的珍贵历史文物 其中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 发现于甘肃省武威市 雷台东汉墓葬的铜奔马 以超凡的铸造技艺 著称于世 其造型潇洒俊矣 既有风驰电掣知识 又符合力学平衡原理 成为中国古代金头艺术品中 罕见孤品 也被认为是 古丝绸之路人文商贸往来的使者和象征 近日 甘肃省博物馆副馆长 研究员王琪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细说铜奔马成为中国旅游标志 以及东西方文明交流使者的故事 改革开放以后 旅游事业刚刚起步 为了扩大宣传和影响 国家旅游局 就准备在各种著名的这种图案 或者是文物 或者是景点里边 选一个标志这样的东西 作为中国旅游的这么一个标志 图门马 它是一个奔腾向前的这么一种姿态 抑郁着中国旅游事业 奔腾向前 再一个意思 就是这个马 从自古以来 它一直是人们 它是一个交通工具 被世界各个都在广泛运用 鼓励人们 向天马纵横 进行旅游 基于这些因素 它才选一个中国旅游的标识 谈及同奔马为何会出现在偏远的河西走廊 王岐书里称 这与当时历史息息相关 中国的这个古代吧 汉族的马 它过去主要是用于拉车 或者是耕地 到了这个汉武帝这个时期 它就特别重视对军马的培养 在咱们河西走廊 这个武威到张叶之间 有个草原 叫大马营草店 设立了中国第一个官营的军马场 汉族宝马还有两马吧 跟当地这个蒙古马进行的杂交 赔出了非常著名的这个河西马 河西马吧 走马 它走是对侧步 我们现在在咱们这批这个通门马 也可以看到步伐 它是这种对侧步的步伐 所以呢我们就通过这种对比啊 认为呢 这个首先呢 大国的这个汉族宝马 它是组对侧步的高手 咱们这个蒙古马马 又是特别强简 这批同本马应该是汉族宝马 跟咱们的蒙古马 进行杂交培育后 翻证出来的后代 和西马 它是它的这个原型马 应该是处于处在这个地方 自1969年出土以来 同本马曾多次赴海外展出 引起世人极大兴趣 一度出现四海盛赞同本马的热炒 2002年 作为国宝级文物的同本马 被国家文物局 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珍贵文物 对此 王岐解释称 是为更好就地保护 被列为了禁止出现展览的文物之一 就因为它是孤品是绝品 避免发生一些意外的事情 还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保存它 王岐他言 保护措施不仅如此 每年5月1日至10月15日 同本马在甘肃省博物馆展出 其余时间进行维护保养 保养期间 由同本马复制品代为展出 王岐表示 古丝绸之路的兴起 本身就是东西方不断相互学习的过程 而代表青铜引炼最高工艺的同本马 同时兼具东西方各自优秀的元素 此处之路一直是东方和中西方相互学习 通过现在一些考古发掘吧 现在我们真的逐渐有这么一种更多的认识啊 当时中国的青铜著作业可能都是西方传入的 咱们国内最有青铜气势的甘肃 它嘴里边含这个深这个元素 当时从西方它的青铜气势也是含深这个元素 但后来咱们中原的青铜气势它就不含深 近年来不再出境展览的同本马 依然吸引众多国家游客 源源不断的慕名而来 以同本马为镇馆之宝的甘肃省博物馆 成为丝绸之路旅游线上的重要打卡地 与此同时 博物馆开辟的各类线上展览 也让更多海内外观众通过同本马 了解东西方文明互见的影子